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小块的匾额 非常的精彩 我们看到它这个整个小匾额里面有三个主题 有一匹马 一个丸石 这个丸石 既是丸石 也是一个老生入定 等会再跟您说明 然后再来一个待见的故事 这个整个小匾额 代表这三个主题 首先我们先讲马的部分 中国人才叫龙马精神 这个马儿呢 最拗的地方就是它的颈子 所以马儿的颈子 是特别特别难以刻画描绘的 而这个作者呢 他却在透过了短短的一个简笔 一个笔运的甩尾 我们看得出这个马 他的倔强的性格 而这个马的这个腹部 足体 让他的这个臀部翘而有力 就是要说这是一个 倔强且有精神的一个马匹 我们看到这个简笔啊 晚上我看到像张大千在画虾一样 大家如果记得张大千画虾 也不过就是三五五两笔 而这匹马儿 他马儿的动作更是比虾子多的许多 可是他用到的笔触也不过数十笔而已 紧接着我们看到这颗山石 看到这颗山石大家想到了什么 有没有感觉到像走到了金山 看到了法古山的标志 宛若一个老僧入定 法古山的标志是一个人面对的山石 而这个呢更像一个人 站在山石里面向外展望 如老身入定一般 这个山石 最厉害之处它在于 它是一笔完成 一笔 一笔完成 非常非常精彩 在用一笔勾勒出的一个人的造型 我们再换到了这边 这第三个的主题 这个小型笔的第三个主题 它是这个武士的形象 我们看到这个武士像手上带了一把刀 我在讲者上面也带了一把刀 大小近乎是一样 而它的表现呢 更是有透过简笔的力量 偷显出武士的身衣的劲道 最后呢 它用了一个灰色的墨料 凸显出武士的头盔 这是一个小型的饼鹅 非常的精彩 推荐给大家